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63集被抛弃的王妃 禁军统领带着下属离开徐府 起码奔出一段路 这才减缓速度 问道 徐府情况如何 下属回答 近来没有新入府的仆人 也没有易容桥庄的痕迹 每个人的身份都问清楚了 回头可以招府衙 长乐县衙的户籍和对身份 另外 我们简单搜查了一遍徐府 没有发现来历不明的女子 看来她确实与王妃毫无瓜葛 禁军统领汉日首吩咐道 这段时间派人盯着徐府 注意每一个出入府中的人 如果有新入府的下人 立刻汇报 下属点头应试 而后问道 许继安需要派人盯着吗 禁军统领没好气地说 你盯得了一个六平五夫 回宫后 禁军统领把事情如实汇报 远景帝没有回应 既没继续追查地吩咐 也没说就此作罢 午后的阳光透着微微的燥热 绿叶在烈日的光辉中 透出七彩斑斓的光韵 沈身决定要给大家做酸梅汤盒 获得许灵音 丽娜楚彩薇的一致好评 许清安推开二郎书房的门 许二郎正与楚元枕对弈 一边喝酒 一边对弈 一边谈天说地 咕咕的 许白嫖敲了两下桌面 引来两人的注意 二郎 我记得有一种官职 是记录皇帝宫廷内的一言一行 事无大小都要记录 楚元枕笑道 是起居郎 对对对 就是起居郎 是汉林院的对吧 许二郎抬了抬下巴 汉林院负责修传史书 而起居住 是修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然是我汉林院的亲贵 来担任起居郎 那你能接触到吗 许二郎略有犹豫 点点头 有些困难 但可以 我要远景帝登基以来 所有的起居住 许二郎一口拒绝 荒谬 起居住带不出来 再者 也无法踏而皇之抄路 没让人抄路 更没让你带出来 你有脑子记下来 然后背送给我 八品修身镜 早就过目不忘了吧 许二郎脸一白 那也很累的 起居住篇幅过长 许七安拍了拍小老弟的肩膀 你不是和王家小姐没来眼去的吗 大哥过阵子教你一招绝学 江湖四十八手 此日 许七安骑着心爱的小母马来到一家酒楼 要了一个包间后 点好酒菜 慢慢的等待 一刻钟不到 刑部陈总捕头和大理寺城先后赴约而来 两人穿着便服 鬼祟得很 似乎怕人认出来 做了个简单的义容 许大人现在是晋级人物 与你私底下相会 得小心为上 大理寺城脸上挂着老油条的笑容 悠然的吃菜喝酒 陈总捕头脸色严肃 开门见山 找我们何事 许七安给两人倒酒 劳烦二位一件事 我想查一起陈年旧案 侍主名叫苏杭 贞得二十九年的禁士 远景十四年 不知因何原因被贬江州担任之府 次年因受贿贪污问斩 此人曾是助攻之一 身份不低 刑部和大理寺想必会有他的卷宗 我想看一看 大理寺城皱了皱眉 未曾经说此人 许大人为何突然缠一起 二十多年前的旧案 事不相瞒 这苏杭长女是我的小妾 说完这句话 他看见陈捕头和大理寺城 脸色猛的一变 一头的问号 大理寺城咽了咽口水 远景十四年死的人 他 他长女 是你小妾 陈捕头没有说话 但看许清安的眼神仿佛在说 你好这口 呃 是我小妾 当年因为意外 那位长女恰好不在家中 故而逃过一劫 大理寺城点了点头 嗯 此事倒也好办 三日后 同样的时间再次碰头 我把卷宗给你带了 但你不能带走 看完 我便带回去 我也一样 多谢二位 说着 取出两张面值一百两的银票 大理寺城没接 自嘲道 哼 我刚说过郑大人换回我的良心 你莫要再污了我 吃你一顿酒席 就算是报酬了 我也一样 哦 您是张义德吗 许清安心里吐槽 举起酒杯微笑示意 酒足饭饱 他跨在小木马的背上 随着起起伏伏的节奏 往衙航而去 还有一位大美人 等着他安置呢 午膳过后 王妃闷闷不乐的回到客栈 坐在梳妆台前一言不发 他怀疑自己被抛弃了 天宗圣女一走 便是四天 杳无音讯 而那个臭男人 好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再也没来找过他 银子倒是还有 够他在这家客栈住一寻 只是他心里没了依靠 便再也找不到安全感 尤其今日吃过早膳 王妃伪装成寻常富人 屁颠颠的 一个人在城里逛啊逛 逛到戏楼去了 那戏楼老有意思了 又热闹又有好戏 看他掏了五个铜板 进去看了一场戏 戏里讲的是一个 出身富贵人家的千金 爱上一个穷酸秀才 但由于门不当户不对 家里不同意 于是两个人私奔 最开始的生活是 甜蜜且幸福的 书生为功名苦读 富贾千金学着做绣工 束手调耕 小日子清贫淡还过得去 可是渐渐的 随着富贾千金 带来的银子花完 书生又只知道读书 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于是 富贾小姐就被书生抛弃了 赶出了家门 她一个人七处的走在街上 最后选择投何自尽 看到尾声 王妃眼泪哗啦啦的流下来 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可怜的富家千金 被人花言巧语的骗出家门 而后惨遭抛弃 徐清安这个爱钱刀的 肯定把我给忘了 像我是雷坠 王妃坐在梳妆台前 默默地捶嘞 就在这时 客房的门被敲响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